作为同学 大家好 废臣 陈美军居士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它说 各种语言 99年将有大灾难 我们应该如何修行 转移灾难 第二个问题 它说 有人听了师父的开示 但是 错节意义 又到处宣扬 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 念佛 念佛就能够消灾灾难 第二个问题 多听 现在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 只有多听 自己才能够开智慧 不至于错节意义 听佛的精教也是如此 随教下场所 要大开圆解 我们就了解了 一定要多读多听 最要紧的是要切入境界 最要紧的是要切入境界 华言是佛法的根本法轮 古大德几乎都肯定 一切精教皆是华言缺书 把华言比作根本 把世尊所说一切今 把世尊所说一切今 比喻之之一一 知一是局部的 根本是全体的 我们要有这个认识 而根本法里面 跟我们说的是四十真相 真相是什么 不思议卸妥境界 所以华言又称为大不思议界 所以我们要认识 一切诸法的真相 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换一句话说 诸佛菩萨 对人 对四 对无 都是一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有没有意思用这些心 没有 有意 决定是假意 有情 决定是假情 有爱 决定是偏爱 所以称之为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那个清净是真清净的 平等是真平等 慈悲 慈悲是大慈悲 我们说佛 对这个根本法 一定要认识 要能够体悟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习 无心 无心是真心 有心就是妄心 这个无不是什么都 为什么说它无心呢 这个大乘法里面常讲 无念是真念 无念是不是什么念都没有呢 不是的 这个很难懂 无心是真心 无心之心是尽虚空编法界 它是什么样子呢 刚才我们说过 它是真诚的 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是觉悟的 是慈悲的 这是无心的 有心呢 有心 这个里面就有了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有心是妄心 无心是真心 这有无两个字 诸位细细的去揣摩 细细的去体会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才能够 悟出一个道理 凡是说有心 有情 有爱 全是假的 虚情假意 为什么呢 你已经有了分别 有了执着 有了妄想 佛菩萨的那个情 那个爱是真的 为什么呢 它没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执着 谁能得到佛菩萨的爱呢 情而言之 是幸运 你对佛菩萨有一分信心 你就得一分的爱护 两分信心得两分的爱护 这是亲而说起 对凡夫讲的 什么时候你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呢 你也做到无心了 你就得到圆满的了 圆满的是相应 从幸运而感得的是感应 感应跟相应不一样 感应我们是反复 相应呢 我们就不是反复 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了 没有说一念感应一念佛 你要想求消灾灭难 去入这个境界 还有什么在那里 理要懂得 要透彻 所以祝佛菩萨的心 永远是清净的 我们学 就从真诚、清净、平等、觉悟、慈悲 就从这上学就可以 促学 这是有心学 如何从有心学到无心 有心学是感应 到无心学呢 就相应 中下根心的人 以这个原则来修学 很有效果 都能得受用 得受用的多少 那看你修学的功夫 真是古人所说的 一分功夫 得一分受用 两分功夫 得两分受用 落实在我们生活行为上 从哪里下手 《冷言经》上所说的 最初方便 最初方便的 要把观念改成过来 你的修学功夫才能得力 也可以说 你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幸福美满 观念从哪里改呢 往昔我们的观念 念念是为自己 这个观念错误 错在哪里呢 错在不认识自己 你并没有真正的为自己 什么是真正自信呢 真正觉悟的人 知道一切众生是自己 对待一切众生 这个一切范围包括很大 包括了一真法界 包括了十法界 无情的众生 无情的众生 都是自己 这个你才叫真正认识了自己 然后你才懂得了爱护自己 佛菩萨 以法界为家了 诸位在经文上也看到 长极光土 深土不二 法身跟净土是一不是二 所以宗门之识才说 净虚恐便法界 是沙门一只眼 这个说法更殊胜了 谁不爱自己的眼睛 净虚恐便法界 是自己的一只眼睛 你会这样爱护他 会这样照顾他 这个人呢 真正认识自己了 真正爱护自己 所以我们懂得 爱护一切众生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要问 众生行善得善果 佛菩萨欢不欢喜呢 众生遭夜度悟到 如果佛菩萨欢喜 佛菩萨难过 佛菩萨又堕落成凡夫了 祝佛菩萨用心如镜 像一面镜子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他看众生 行善得福 真欢喜 真欢喜是无欢喜 无欢喜是真欢喜 众生堕三土 堕阿比地狱 他真难过 真难过决定没有难过 没有难过才是真难过 你们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 这个意思很深呢 跟你讲真的 真的没有奇心 没有动力 那是真的 他是真词 真悲 真喜 我们体会不到 唯有切入这个境界 你才能观察世界 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夜阴果报 是一回什么事情 佛法跟世学不一样 世间学术不能解决问题 原因在哪里呢 奇心动念 他用的是虚情假意 怎么能解决问题 所有一切动乱的根源 是从虚情假意深的 虚情假意 怎么能解决虚情假意 念佛怎么个念法 大师至菩萨教给我们 都是六根静念相及 你以这个念法就正确了 这明妙行菩萨教人的 不分别 不执着 不间断 其实 这个说法 跟大师至菩萨讲的 一个意思 静念 离头就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了 如果怀疑夹杂 你这个念就不清静了 相及就是不间断了 二六十种从不间断了 这真念 这真是佛 真正的佛子 他怎么会不成就 我们今天最糟糕的 就是有心 有情 有实 有力 麻烦头拉 可是 凡夫修学成佛 这是比一金的一个途径 祝福如来 也是从这个路里头 走出去的 他们从这个路走出去了 我们今天走不出去 为什么走不出去呢 不晓得这个道理 今天 我在香港 跟大家讲到 佛报的大小 我说出古人讲的一句话 没错 量大佛大 今天新加坡 居士林跟进中学会 我们要办佛学院 要办一条村 无论在人力 物力 财力 都需要恒大的数字 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圆满 尤其是财力 最低限度 需要美金三千万 钱从哪里来 量大佛大 李牧远跟我 我们只有一个信心 没有别的 我们没有叛语 没有向人话语 李居士长江 我们的后台老板 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佛报 阿弥陀佛有佛报 这个话说的 对呀 我们今天这个道场 是为谁建立的 李居士说了 不是为居士林建设的 也不是为进中学会建设的 也不是为新加坡建设的 人说 那你是全世界的 不是 不是为全世界建设的 我们是为近时空变法界建立的 因为近时空变法界 我们来的人就多了 诸佛菩萨到我们讲堂来听经 到我们念佛堂来念佛 为什么呢 你是近时空变法界 他就来了 如果说你这个道场啊 是你这一家的 是你就是你小团体的 诸佛菩萨不来啊 他来干什么 这是你的家了 我到你家去干什么 我们今天以虚空伐界为家了 那诸佛菩萨都是我们家的人啊 你来很正常 你应当要来啊 你自己家怎么可以不来的 你看看这个心量多大 信报太史 两周杀戒 诸佛菩萨是我们家人啊 受欢过途是我们家的庭院啊 在经济这么困难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筹这样 数目的这个款项 就很容易得来 你要晓得什么原因 我们在香港听说 也有许多法师 建个大店 建个疗房 没有钱 所以我劝他们了 心量放大 祝佛菩萨光临 那你的财源就不会断绝了 就不难了 经上常讲 心包太史 亮周杀戒 不是顺口说的 是四十真相 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 看到众生得福 我们是欢喜心 没有一点嫉妒心 看到众生 遭难 我们有同情心 怜悯心 决定没有一丝好 在那里幸灾乐祸 没有 全心全力 帮助一切 所以如果我们心量 我建个道场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人来 他方世界的人不来了 祝天善神不来了 我们这个心量 我这个道场是近水空变法界 舍方祝佛都来 就是这一念不一样 昨天我回来 黎居士在机场接我 告诉我 那边那个学校 要搬走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提前 那太好了 学校接过来 我们办佛学院 佛陀教育学院 我们佛陀教育学院 也是近水空变法界 这样才能感应 祝佛菩萨 全心全力 卸足这个道场 为什么 他的事情 这不是我的事情 我们为祝佛菩萨佛物 我们的身份 是替他办事 我们尽心尽力 为这段事情来效忠 祝佛菩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祝佛菩萨 也全心全力 爱护这个道场 祝佛护念 龙天善神勇佛 所以这个道场 才殊胜 庄严 真正是如理如法 为什么 许许多多人 进入这个念佛堂 不想离开 什么呢 祝佛菩萨 祝佛菩萨在其中 尤其是网络 射双向的网络 我们彼此都看到 飞臣也准备设 双向网络 我们这次到香港 我们也在香港 摄双向网络 这个样子 我们每天见面 直接听讲 长时间的听讲 长时间的听讲 就能够大开圆解 一教修行 就能够 趋入境界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有点免疫情 我已经有点免疫情 就能够有点免疫情